明天是杨丽的初一 所以今天我再次借这个机会 祝各位新年吉祥 万事如意 今年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西藏 已经十五年 所以基本上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回去自己的家 然后探望自己的亲人 那我呢 我的父母 还有兄弟 所有的朋友们 都在西藏 那我一个人呢 在这里 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好像有点 怎么说啊 说不出的一种感觉 当然呢 在十五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自己也学到了不少 精神上也成就了不少 但是呢 也总是没有办法忘记自己的家乡 还有亲人们 所以呢 我借这个机会呢 我在这个西藏的所有的我们的藏族同胞们 还有汉族同胞们 还有呢 这个楚布寺的我们的诸位 也深重 还有呢 我在西藏的时候认识的好朋友们 在这里呢 我就给你们一个非常忠心的祝福你们 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然后 希望很快呢 大家都可以团聚在一起 然后 我觉得 就是好像很多人在问我说 新的一年里面 你有什么新的希望 那 我自己问自己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希望啊 但是呢 也许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 能够见到亲人们 这应该是说 作为一个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 都会这么希望吧 所以我也同样这样子就是希望能够尽快会 就是应援成熟 好 谢谢各位